10月3号我就回台湾 一年多不回台湾了 回去好好休息 但是我对大陆的情感太深了 文化的程度太深了 李立群抖音粉丝 暴增885万 7月退休回台 对大陆情感太深 出不去 我出不去 我真是 很佩服我们中国人 佩服我们上海的市民 47把天没出门 没办法 你说就是供提时间的 那怎么会47 8天了 还清不了零我就不明白了 有的人家已经 没米下锅了 应该是封城的时候来不及买 所以他们家 那一代有些人家 已经没有米下锅了 孩子已经在饿肚子里 李立群大哥练成Chinese空步 透露目前拍的戏已经杀青 7月3号准备开宣规来了 70岁的他3月底遇上上海封城 弯起抖音记录防疫生活 粉丝数暴增到885万 老戏骨摇身变成网红呢 2022年5月21号 浦东封城应该有56 7天了 这56天以来 白天晚上都这么安静 白天晚上都这么安静 这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 有的人说 我快封了 封不了 这是封城吗 怎么会封呢 谁封城不是封的快封了 那也得封啊 个人事小啊 那要顾大体啊 我这一生过得实在太平凡了 我中间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 学的是航海开船的 结果21岁还没毕业前一年 接触了话剧社 就爱上演戏了 一路演演演演演 演到70了 今年解封完了我就退休了 我就回台湾退休了 做一个良好老人 在山里头射箭 种菜养猫 最近往往有很多这种谣言 就是说什么李立群 封城几间封的受不了了 把3000多万的古董家具都砸了 我有这么大魄力吗 然后又说什么封城期间 少赚了2000万 你怎么不说我少赚了20亿 我听得还光荣一点 就这种完全不搭嘎的那种谣言 让我觉得他们何苦呢 就为了蹭流量这样蹭吗 我是中国的 中国台湾的 台湾台北的 台北南边的 南边山里的 那里叫新竹 7月3号我就回台湾 一年多不回台湾了 回去好好休息 但是我对大陆的情感太深了 等到疫情过了之后 来来去去方便了 我随时会回来探亲来看朋友什么的 大家都都保重回台湾去 老头回台湾了 台湾现在疫情更严重 我一年多没回家了 得回家 然后可能一年多以后再来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这段时间大家在抖音上看到 我总是一个人在那边说话 偶尔看到一下我女儿 有人就问说你老婆呢 我老婆在台湾 我在带着我女儿在大陆拍戏赶上封城了 我回台湾家里去之后 我也会在山里住着 比如说如果我还玩抖音 发抖音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我在山里的日常生活 有的粉丝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写 这两天我的抖音 为了等我的抖音 等着都滑开滑蟹了 什么事情 不会滑开滑蟹啊 除非像思想这么大的事情 连主义都会滑开滑蟹 这是思想啊 孔子思想 柏拉图思想 思想比较大 思想大概 就会一直影响人们时间比较长 那就不敢去评论了 记住啊 多磕头少说话